中国美术史第六讲 秦汉的人像 逼面 他的整个手法上比较自在 比较圆跟厚 那个体积感很强 你看这个人 其实他的骨骼的那个感觉都很强 可是他脸上的表情 嘴角的部分又是汗的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刚刚说 不要忽略那个秦的基础还是在的 对于写实的那样的一个做法 可是他有一个精神的东西 就是比较放松的那个东西 是来自于汗 好 我们开一下灯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看后面的部分 好不好看 你们喜欢秦庸还是汉庸 你们比较年轻 不晓得我想汉的那个东西 后来在我们的文化里影响真的非常大 后来讲的那种雍容或者富泰 其实都在讲汉 因为他感觉到说那个东西是一种 不只是一个美同时是一个福气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两个东西会不在一起 可是这两个东西在一起 变成就是我们上次讲说 孔子的那个美学认为美跟善要合一的 就是他很美 可是他同时又是一个温柔的东西 他可以有福气 所以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 那秦的东西你会觉得美到有点锐利 锐利到有一点薄了 有点薄 因为所有的直线跟锐利的东西 他也许像老子讲不能长久 那汉就努力的去经营那个厚的东西 比较圆 因为刚才我们讲说 圆形本身是一个不太容易受伤的形状 就是如果我们从山上滚下一个石头 有尖锐的棱角 那个棱角会碰断 可是如果是圆形 它比较不受伤 所以我想那个东西当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里面 慢慢总结出来的某种智慧 我们不一定说它一定对 不一定对 甚至它也变成这个文化里的一种负担 因为最后都太圆 几乎你都看不到有棱角的东西 所以汉大概是第一次 我觉得他在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在他的文化里 处处就开始找到方跟圆怎么去配 其实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大的矛盾性 因为我们看到写史记的司马迁 本身是一个方的 他的个性里面非常的方 所以他很惨 最后遭遇到那么悲惨的东西 然后他歌颂的人都是方的 项羽 楚霸王 荆轲 全是方的 所以其实那一部书 你感动 可是同时又感觉到 那个文化里面的某一种不足 所以他后来就开始 屈原也是他歌颂的人 也是方的 方的下场 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大概历史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会觉得 能不能有一个最理想的方式是 方不放弃 同时又有一个圆的东西来做包容 所以我刚才讲说 最后我觉得汉朝总结出来的 那个天原地方 或者所有的事物 钱 壁 镜子 建筑 全部在方圆里面配置 我觉得他其实提出了一个美学信仰 把它当成一个美学信仰的东西 因为发现在世间 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好跟绝对坏 而平衡才是好 就是说他能够平衡 能够配置起来 因为他前面有过九流十家 他可以依靠这些东西来做某一种平衡 比如说法家跟道家是对立的 因为法家要求一切的效率 道家要求一切的不进步 道家最好是果天式之明 就是说还没有货币 那个时候人最好 所以他永远不要新的东西 那法家说永远要追求新的东西 所以这两家是对立的 那好 如果这两家对立 我们就同时并用这两家 所以某一部分是用法家的东西 很严格 某一部分就黄老字数 所以他很懂得在这里面去调配 所以我们看到一直到汉武帝的时候 都在提出一个 当时汉朝几乎是一个最高的指导原则 叫做杂坝旺之道 其实当时春秋战国在讲两个东西 一个叫霸道 一个叫王道 那霸道是以利福人 王道是以德福人 那儒家老子都讲以德福人 那法家说这是乱讲 其实是以利福人 你今天有没有飞弹吗 你没有飞弹 你讲这些东西干什么 就是霸道 以利福人 那汉朝的时候其实很懂得 这两个东西怎么砸 砸在一起用 砸霸王之道 所以他其实有他的一个 政治上的智慧跟弹性 所以我相信那个美术上 出现那样的东西不是偶然的 就他的确感觉到 有一种宽厚的东西 包容的东西会使他 可以气息更长久 更永恒一点 更久远一点 所以他就调整了那个秦的美学 而变成了一个汉的美学 他当然他的目的不是从美出发的 可能从政治 从社会上出发 可最后他影响到美的这个部分 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看一下 汉朝的一些作品 我刚刚提到明堂辟庸 提到五朱钱 像五朱钱也是 我们说汉武帝时候把钱定为五朱 这里面包含两个意义 一个意义是说 他把钱的形状 在元跟方之间规定下来 这个东西一直到清朝 几乎没有改变 我们看到一直到清朝 基本上我们的钱币 都是元跟方形配置 这影响很大 这从汉朝 因为原来我们说钱币有各种形状 像战国时候有很多的钱币 是这种形状的 这一类的形状 所以钱币的形状 也是被汉朝统一成元跟方 变成一个宇宙的 宇宙的一个暗示跟象征 还有五这个符号也是 因为数字上面 像秦他是中六 而不中五 以六敬畏的 所以我们看到像秦手 做十二金人 你会发现 秦的数字常常是六的倍数 可是到汉的时候 他规定了一个 其实就是零 零的重要性 零五十这样的一个敬畏方式 所以有很多东西在汉的时候 他开始跟宇宙之间的某一种系统同意起来 所以有一本书 其实一般人现在不会 不常会去翻他看他 可是我觉得这本书 倒是蛮重要 以汉朝来讲 就是董仲书那个春秋凡路 我想等一下我们可以提一下 为什么他在汉代影响这么大 就是如果我们从秦过渡到汉这个时代的时候 春秋凡路现在很容易买到 我想很多书局都有各个不同的版本 其实不是说一定要去读它 那我觉得春秋凡路 我们也可以说 不是一个董仲书的创作性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创作性的东西 都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已经被创造出来 我觉得董仲书到汉朝的时候 我借用写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学者 冯友兰他讲的 他说其实汉朝最重要的贡献是体系的完成 体系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我们上次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春秋战国的时候 我们讲说庄子讲了一套道理 老子讲了一套道理 荀子讲了一套道理 莫子讲了一套道理 孔子 每一家都有一种道理 可是到汉朝的时候 他有一个从更高的角度上去 俯瞰这些各家的道理 然后去整理出体系的能力 这个人就是董仲书 他其实整理出 每一家怎么样去配在一起 变成一个体系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讲说 董仲书 我记得我们以前考连考 董仲书独尊儒术帮助 但汉武帝独尊儒术 事实上独尊儒术是一个假的东西 因为汉朝讲的儒已经包含了 各派的东西集合在一起 我发现 孙丘凡尊儒 我自己在读他的时候 他最有趣的东西 他讲的其实是五行 五行听起来好像很玄的一个东西 可是事实上 我想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蛮大的 各位大概很容易理解到 到今天在台湾 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所有华人的世界里 五行影响都非常大 他其实是汉朝把春秋战国 因为春秋战国已经讲了五行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整理一下 我们中国美术史 从第一节课到现在 我们碰到过哪几种物质 比如说我们最早讲玉器 讲石头 讲陶 都跟土有关 陶土有关 我们大概有一个东西没有讲到 就是木 因为木头它的东西都坏掉了 木雕的这个东西 或者是藤边的这一类东西 这个东西坏掉 我们讲过青铜器 到了青铜时代 我们讲金 我们讲金 然后讲陶的时候 我们说土必须要加上水 然后也必须要加上火 事实上这个东西就是五行 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已经发现五种物质 水跟火跟金 每一个东西有不同的 不同的性 不同的性质 而这些性质 各自影响了政治 影响了历史 比如说秦始皇 秦的立国 我认为它是水 是以水则心 如果是水 它就必须种黑色 它是黑色的 它是北方的 它是北方 然后动物里面 它是玄武 它有一套的配置的方法 所以它就会用这个东西来配 甚至数字上是六 它变成一个体系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到这个东西慢慢 他们就相信说历史 其实是这个五行在运转 在这转 就说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长处 可是注意长处就是同时它的弱点 所以春秋繁路里面 董宗书就是说 这些东西是彼此相克的 又是相生的关系 比如说它排列的秩序是木 木生火 木会生火 这个我们大概很容易理解 木头可以生起火来 它会产生火 所以如果我是火的命 它就很喜欢跟木的人在一起 因为它对我很好 木会生火 然后火会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然后水再生木 水会生木 这样一个循环的 就它们是相生的关系 这叫做比相生 春秋繁路里面说 依靠在一起的是相生 可是隔一个就是克 它说叫做兼相胜 隔一个 兼隔一个 就克制 木会克土 土会克水 水会克火 水会克火 你用水就把火就灭掉了 所以它是相生跟相克的关系 它说宇宙之间 所有的规则都在这个规则里面 所以你必须很注意到 什么去调配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讲八字 还是在讲这个东西 紫微斗书也有一点这种东西 说 你的本命 你常常看到一个人 小孩一生下来 名字叫这个 你知道他缺火了 或者如果叫这个 他一定缺水了 所以民间还有很多这种 这种信仰在这里 所以我想五行对华人的文化 影响实在太大 那最重要的 它最后把五行变成一个 整个宇宙之间逃不掉的东西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图像来看 木是在东方的 它是青色 它是青色 土是在中央的 它是黄色 金是在西方的 它是白色 然后它是秋天 然后火是在南方的 它是红色 是 然后它的符号是鸟 这边是龙 所以我们讲青龙 这边是白虎 有没有看到台湾的坟墓 大概左青龙右白虎 到现在还是这样 左青龙右白虎 所以这套东西 非常奇怪 到现在民间影响大就不得了 还在用这套东西 虽然慢慢已经变成一个迷信 反正也不知道 到底从哪里来 可是事实上全部是春秋反路 就是汉朝立下的 一整套的一个规矩 然后它相信一切的东西都在这五种东西当中配置 我们看到中医的系统都在讲这个东西 虚火上望 肾水不足 那就说你肾是足水的 所以肾水不足的时候 你的干火会上望 所以你要补什么东西 它全部在讲平衡 所以一般现在讲说 东方的医学系统跟西方的医学系统不一样 它在讲整个大宇宙之间的调配 现在欧洲整个在接受这套系统 因为觉得这套系统非常厉害 就是说它跟西方医学的头痛 医头脚痛 医脚不一样 它可能会医到很远的地方去 去看这里面的这种配置的这样的一个调配关系 所以这套东西其实是汉朝定下来的 就是刚才讲春秋反路 所以它把春秋战国的各家的东西变成体系 变成体系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它会观察到一个秩序中间的运转的规矩 春夏秋冬本身是一个季节 它本身是一个轮转 或者是十二生肖是一个轮转 或者二十四节气也是一个轮转 它会看到怎么样去调 所以后来我们讲风调雨顺 这个东西很重要是说 刚好季节都对了 秩序都对了 所以才会国态民安 如果好像长江泛滥 就是说你风跟雨不调 所以所有的帝王在继位的时候都要继天 是说我是天使 所以老天爷让我的治理的秩序 你要给我一个秩序 你不给我秩序 我的政权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所以他其实把天道跟人道开始配置在一起 我想这是为什么汉朝的东西 后来很重视所有的这种个别中间的配合的关系 形成它中间的一个轮转跟区域 甚至也看到了循环 循环就是圆 循环事实上是一种圆的一种东西 所以当然我们讲方跟圆在汉朝是同等重要 可是如果比较起来 我觉得圆比方还要重要 汉朝会觉得圆比方 因为圆后来已经不只是一个形状 变成圆满 再过一阵子要过终究节 对这个民族文化是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团圆的节日 它是圆 它利用一个圆的东西来讲 一种人之间和谐 没有遗憾 没有缺憾 圆变成了一个没有缺憾的一个代表 其实是在讲长久跟循环的意义 所以在这里面都跟我们讲的美术史有关 因为圆是一个符号 是一个形状 那在别的民族 他不觉得圆一定是一个最美的符号 可是在这个文化当中 一定觉得圆是最美的一个符号 因为圆有代表性 有象征性 它会变成特别的这个意义 意义会产生出来 所以我想这里面都是汉朝 我觉得汉朝的艺术史已经到了观念时代 观念的艺术史 他给了一个观念 色彩也好 数字也好 形状也好 他给他一个观念 使他有很高的不同的代表性 所以等一下各位会看到 我打出来幻灯片 汉朝的作品 民间做出来的作品 反而没什么了不起 捏个小鸡啊 小狗啊 小鸭啊 然后都觉得不是什么伟大的作品 比起秦庸来讲是非常不伟大的 可是我们注意一点 汉朝觉得 一个在民间稳定的文化 才是天长地久的 那他会发现 当然因为汉高祖本身是一个民间起兵的人 他是从民间来的文化 所以他了解到民间的稳定 才是一个长久稳定的一个基础 所以在汉代的文化当中 在美术史上 后来我们看到他非常强调 这种民间的厚谱性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汉朝做的艺术品里面有炉灶 就烧饭的炉灶 还有打水的井 这种东西你会知道 到了唐朝 你会觉得这种东西拿来做艺术品 实在是很奇怪 怎么会做艺术品去做一个灶 或做一个井 可是我们看到这些就是民生最重要的东西 老百姓生活力 最不可以缺乏的东西就是井 因为是水 跟他的炉灶 所以这样的意义 其实汉朝最后在寻找一个很平凡 可是又最朴实的稳定文化的东西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 西方的人李约瑟写的 那个中国科技文明史的序 他里面就讲到这一点 因为他在中国甘肃住了很久 他说其实西方人很难了解这个民族 他说这个民族在上层 全部看起来都完蛋了 知识分子全部都西化 他说他其实民间的根深地谷 是不太能够动摇的 他说那个东西才是 他在甘肃住了那么久 以后他看到的一个力量 我隐约觉得好像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东西是很奇怪 你说不出来那是什么 就是像你现在到甘肃到陕西 你看到那些农民 他好像几千年没有什么变 我们讲文革多么惨多么惨 他好像也就是他还是在过日子 还在种他的高粮 还在收割他的五谷 他有一种很奇怪的那种把生存压到最平凡最低的那个状况里面 继续生存下去的那个顽强的那个能力 我觉得那个东西很难形容 最近有朋友从武汉回来说 因为长江发大水 他说整个一个长的长江上 有250万人就在堤防上 就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堆土 然后去防堵那个水 你会觉得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变 他还是用 其实用的最原始 真的是最原始 或者最 你说落后也好 可是他就是用那个方法活下来的 那种人的力量 去最笨拙的方法 去对抗那个天的灾害 这些东西 这很难解释 我想汉朝有一些东西 等一下各位看到幻灯片的时候 会感觉到说 刚才笑起来的那些汉的那些人的庸 他有一种 我们叫乐天之命吧 我们最喜欢用这个字对不对 乐天之命 用在其他的民族都不太对 因为都不太乐天 也不太之命 因为都要抗争嘛 可是那个民族几千年来 其实变成了乐天之命 什么叫乐天之命 其实很安分 就只要吃得饱 穿得暖 他就很开心了 那那个汉朝 真的大概做到这一部分 所以很难解释得清楚 因为他跟西洋美术史 完全不一样 各位注意一下 西洋美术史 希腊都是神 罗马全是贵族 他其实是一个高层文化的东西 可是在汉的时候 第一次他就是平民文化 他整个建立了一个 极基础的平民文化 所以等一下幻灯片打过去 各位可能可以注意到 汉朝做出来的东西 很难在故宫里面找到 因为故宫其实是一个 帝王收集出来的文化 可是你看到汉朝的庸 很好玩 汉朝就做一个猪圈 然后一个很肥很肥的母猪堂里面 很多小猪在吃奶 好 可是你再想一想 农民整天的梦想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他的猪很胖 然后养很多小猪 他的愿望非常的简单 简单到就是生活里面的一个 简单的喜乐 然后有一个鸡 中就觉得可以插来吃 他就简单到这种程度 所以我刚开始 弄美术史的时候 我最不了解汉朝 因为我觉得他东西好 好平凡 我说这样的东西 怎么叫艺术品 可是现在可能 最感动我的是汉朝 因为我觉得 我到台湾的民间 到处去看 我发现民间还是这样 你到美农的农民 入港看到的农民 他的愿望还是这个东西 就是乐天之命 一种很简单的 在生活当中 把自己的这个 宗族反应下去的一个力量 有点像我们看到 陈凯克拍的 《黄土地》里面那种 他跟我们讲的 物质的穷困 这些东西无关 他其实就是一种 简单的做人的道理 非常非常单纯 因为孔子也讲 不患寡而患不均 因为就是少 就是穷 那穷就是说 大家都有饭吃就好了 就简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它变成它的一个 均等化的那个状况 其实产生了一个 汉的很奇特的一个文明 所以等一下我想 我放出来的这些幻灯片 并没有特别挑选过 我把汉的很多的东西 收在一起 各位看一看 它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东西 可以找到汉的 共同的体质 就是说 他放到故宫 你觉得怪怪的 因为这么简单的东西 这么平凡的东西 放到故宫 你觉得好像不太搭调 可是很奇怪 你到台湾的庙会 你拿一个十块钱 去买很多藤的圈子 去丢那个小陶器 套那个陶 你会发现 每一个都像汉 每一个东西都像汉的东西 因为汉的东西 就是灼灼的 很朴素的那种感觉 它也没有特别 讲艺术上的技巧 它要求 每一个农民 都可能做一点 可爱的东西 就是说 农民的 本身的一种创作能力 在日常生活里面 减持啊 或者是写春联啊 这样的东西就变成 它的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下一次 我们还会把汉的东西 再跟大家讲 讲它的书法 讲它的一些重要的作品 壁画这些作品 可是今天我反而希望大家 直接进入到汉的民间文化 去了解那个 什么叫做长明文化 因为有可能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 在中国美术史里面 接触所谓的长明文化 因为汉朝结束以后 进入三国 中国的文人阶级起来了 曹操 曹植 曹匹 以后中国的画家 艺术史整个都是有名字的 全部是上层阶级 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 没有名字 随便捏一个图 或者是剪一个纸 那样的人 那个长明文化 其实是我们美术史里面 以后没有办法研究 因为它遍布在各个村落 就说过年了 我就剪一个纸 贴在我的窗户上 然后风吹日晒就坏了 他也不觉得那个东西要保存 因为他不觉得那是艺术品 他只是让生活里面 多一点快乐 这样的东西 所以有一次 日本人曾经在神户 找到一批中国的剪纸 非常漂亮的剪纸跟年画 所以就在台湾展览 然后那个日本的学者来 然后在那边讲说 因为以前很多中国的船 到神户那边去做生意 然后因为 刚好碰到过年 就在那边过年 然后就剪纸 贴年画 贴在传筒上 日本人觉得很漂亮 就把它拿下来 回去裱起来 保存起来 然后他这次就拿来戒斩 然后日本人就有点教训我们 说你们真是不爱惜 你们自己的文化 你们那些东西都坏掉 那我也觉得很惭愧 好像被骂了这样 可是我再想一下 我现在到陕西去 那个剪纸 还是这样贴的坏掉 因为他不觉得 那个要保存 那个东西就是他生活里面 经过岁月 慢慢慢慢没有的东西 因为他不觉得他是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他只是让生活过得快乐一点 那个最穷的陕北的农民都会剪纸 剪一个什么 花好月圆 越穷越是花好月圆 然后越是幸福的期望贴在那里 其实到现场你很感动 因为他家里什么都没有 可是他就花好月圆 连年有余 每一个年画都是非常感人的主题 那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祈愿 是他的期待跟愿望 他的梦想 可是什么叫艺术 对他来讲太奢侈了 为什么一定要保存 所以其实他本来就没有保存的观念 所以给我很大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这些东西 我们说春联 写的再好的字 我们会把它接下来 把它表起来吗 也不会嘛 春联本来就是随着岁月 就过去的东西 它其实在时间当中 是一个农民文化 或者长民文化 所以我觉得 大概只有在汉的这个部分 我们会碰到这个 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因为到三国以后 起来的都是文人文化 它就变成精英的 精致的文化 精致的文化 可是长民文化 我觉得我们 其实应该要去了解一下 然后也借这个机会 如果有机会到美农 去看看他们的那种 挂在门口的竹帘 上面画的画 他也觉得那就是很自然 那雨伞上面也画画 其实就是一种 很简单的生活里的一种 一种装饰 让自己快乐一点 高兴一点 没有把它特别提高到 不得了的艺术品 这样的东西 所以等一下我打出来 幻灯片 各位会看到 很可爱的狗 小鸡 这些东西 全是汉朝人做出来的 非常有趣的一些东西 我们看下面的幻灯片 好 我们先从那个 几件 汉朝初年的雍 来看一下 我还是希望 强调一下 就是说 汉朝初年的雍 就是汉武帝之前 我们称为汉朝初年 基本上他的架构 是秦 跟秦庸有很类似的部分 所以有时候人的身体 也比较紧张 只是他慢慢开始放松 他的身体开始有表情 开始有动作 开始有多一点 不同于秦的这种 丰富的东西出来 你看其实那个脸 还有秦的基础 还是就汉朝初年的东西 这汉朝初年在铜关 林童那边出土的 这也是汉朝初年 林童出土 注意一下里面 蛮多秦的架构 蛮多秦的那种身体的感觉 脸上也还是有点不开心 那汉朝宫廷的东西 其实跟民间 没有太大的差别 小羊或者一些蚕蜀 用心俗来做 用流心 汉朝的流心技术很好 可是基本上也都蛮朴 做了牛 象 这一类的动物 这都是小盒子 拿来装小零件的东西 汉朝在初年的时候 非常重视道家的东西 黄老制处 非常重视道家 所以有一种东西 叫做博山炉 博爱的博 山水的山 就是烧 其实是一种熏炉 这个地方可以打开的 然后里面放檀香 这些东西 然后它上面有很多小孔 就会冒出烟来 所以它做出一个海上的仙山 蓬莱仙山的形状 其实是一个烟炉 然后我们看到是青铜上面 镶了金 黄金的云纹 然后那个烟 一条一条冒出来 跟这个东西 云纹搭配在一起 都是当时的修道的人用的东西 皇宫里面文人 他们都拿博山炉来修道 博山炉当然有这种 比较贵族气的 也有用绿柚桃来做 很朴实的东西 这个是女孩子的令 一个大一个区域的区 这个令 令是女孩子放化妆品 什么放一点这个 Kristine Dior的香水 或什么东西 当时的胭脂 水粉 大家都放在这里 上面有三只小凤凰 也是刘金的 刘金的一个令 其实你会发现 经过春秋战国 那种华丽的时代以后 到汉朝 它的造型其实反而简单 它有一点回归到比较 比较素朴 当然我们注意一下 当时能够用到刘金的 这样的化妆盒的女孩子 绝对是家境很好的 家里环境很好 因为通常大概就用 用一个桃盒就算了 可是造型上还是朴素的 没有像春秋战国 这么繁复 这么虚夸那个美 这是一个灯 装油灯 我们看到盖起来 它就是一个像鞋子一样的 那样的一个形状的东西 所以汉朝东西 其实你会发现 等一下我打给各位 看的汉朝的这些艺术作品 都很简单 简单到你甚至怀疑说 它到底是不是艺术品 因为它不是那么好看 也并不那么夸张技巧 可是我刚才已经讲过 说汉朝很重视生活化的东西 长明化的东西 这个是他们比较讲究的 就是青铜上挫金的 这个挫金是用文字来挫 挫出各种祝福的文字的细文 那这个有一点延续了战国的风格 我们上次看到战国 很多这种挫金的东西 就是这样的形式 可是汉朝慢慢把这个东西拿掉 这种太过华丽的东西拿掉 就回归到比较素朴 这是一个龙 青铜龙 有点像那个寄生血 从壳子里跑出来 这个灯非常漂亮 各位看到是一个牛 我们看到汉朝最大的特色 就是那个动物做得笨笨琢琢的 记不记得上次 我们看到春秋战国的玉配 龙凤配 都非常的线条性 有没有 汉朝它会变成很厚重 因为它不喜欢那种太过纤细的东西 所以在美学上 它其实把东西变成比较笨拙 比较浑厚 有点像我刚刚讲说 其实比较圆 浑圆 就是不容易受伤的造型 很少那种细的棱角的东西 让它把牛角夸张起来 拉长 然后牛角上挂了一个灯 然后这个灯是有把手 可以调节它的光的角度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工艺作品 可是它整个灯座 是做成一个铜的牛 然后有点傻傻的表情 那我现在讲傻傻的 就是说 汉朝所有的作品里面 都有一种稚气 有一点笨笨拙拙的感觉 所以它跟那个秦的锐利 跟战国的漂亮都不太一样 小马 这个是那个天平上用的砝码 每一个重量都不太一样 来撑东西用的 就是你一边放了黄金 另外一边就用这个来撑 到底有多好凉 这也是一个博山炉 这是陶的 汉朝的陶上钮 上绿色的钮 叫绿钮陶 里面常常泛出水银出来 很漂亮的一种绿钮陶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是盖子 做成镂空的 所以里面烧檀香以后 就会冒出烟来 我们看到它很精彩的是 底下做了一个鸟 很简单的一个鸟的造型 就顶住这个博山炉 底下是放水 因为怕博山炉有时候 那个火星崩出来会烧掉东西 所以盘子底下放水 那也刚好印证了说 海上有仙山这样的传说 所以蓬莱山岛 蓬莱仙岛是在海上的 所以水 上面一个鸟 然后一个火山炉的感觉 你注意那个鸟的造型 也是非常的简单 显得像儿童做的东西一样 就有一种天真的志气在里面 一个简单的湖冠 那汉朝是从楚国出来的 从楚地出来 那个刘邦是楚地的人 所以楚国我们上次讲过 特别擅长是漆气 木头的盆上面漆漆漆 然后有画花的这个形式 所以他们当然继承了这个 楚国的很多的工艺的东西 楚国东西比较浪漫 所以汉朝的某些东西 也继承了楚国的某一种浪漫性 好 这就是井 我想在座我们大概没有什么人 会对井有这么深的情感 因为我们都用自来水 可是我们看到人类 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 井是一个社区所有的命脉所系 我记得小时候有自来水 可是好像很多人为了省钱 还是不知道为了什么 我记得小时候常常会跟邻居的那些阿姨 什么跑到井边去 他们在那边洗菜洗衣服 然后最好玩是他们喜欢在那边聊天 然后你会这样发现说 一个村子里面某一家发生的事情 在一个早上所有人都知道 因为那个井就是一个八卦中心那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那个井 它变成很有趣的一个聚集的地方 所以汉朝的作品当中很多这种井台 那井的栏杆上有那种汉的画像砖 那描写了一个农民拿了镰刀 早上一大早要出去要去田里工作的样子 然后前面走了水牛 所以这种作品都是我刚才讲说 非常长民文化的东西 日出而作 日入而席 这种很平民文化的一种生活 那也许我们反映出刚才看到的 汉景帝的阳陵里面的那个笑容 大概是从这样的一个安和乐利的生活里面 慢慢慢慢呈现出来 这也是一个井 有没有看到青龙 白虎 就是刚才讲的五行的四神兽 然后这边是他们那些太太们在那边洗鱼啊什么的 所以还做了一些鱼的造型在上面 就是那个井台旁边的石板 石板的那个部分 所以一般像我们现在学生 我跟他们讲 他们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因为没有那个打井的那个习惯 所以汉朝很多很多的井 井几乎是他们的艺术里的第一主题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空到录影带店 就租那个张艺谋的一个店叫老井 你就知道山西到现在 还是为了一个井可以两个村子打架的 因为井没有井就活不下去 因为太缺水 所以你就知道汉朝为什么做那么多的井 那井变成一种祝福 这是他们用的一个台灯 你看到中间做了一个鸟 然后可以点很多蜡烛的 可是也是用陶做的 非常简单 所以其实汉朝的个性很像陶土 所以他们把土放在中央 土是一个天长地久的东西 它是最卑微的 最廉价的 可是它又是最永恒的东西 破了你做就是了 因为它很便宜 到处都是土 所以我觉得汉朝是建国在土上 所以它的 你看青龙白虎 南朱雀 北玄武 它中央是土 那皇帝是以黄色为主 是在正中央 是土的代表者 所以它的陶的作品非常重要 那这是汉朝的一种游戏叫六博 就两个人有点像下棋比赛 然后讲一些谜语 做一些动作 然后丢一个东西到湖冠里面去 然后来做比赛 有点像赌博的一种东西叫六博 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的人的身体 跟秦庸也完全不一样 它比较自由 比较好玩 比较的简化了 好 我下面要跟各位谈一下 就是刚才讲过汉朝的禁止 全部变成外源内方 这个不是汉朝的 这是战国的 所以战国的原型的禁止已经出来 可是里面还是原型 里面也是原型 这个禁止在英国 在伦敦 那我用它来比较 因为到汉朝的时候 所有的禁止的禁被 全部变成外面是圆 可中间出现了一个方 就这个形状 我们看 现在我拍的只是中间的部分 它外面是一个圆形 是一个圆形 然后中间它做一个方 这个方有四个突出来的东西 有点像一个建筑物 就是明堂的象征 你看到上面的明文 是从这个字 我现在红点看得到吗 新 新旧的新 对不对 新 中新的 中新百货的新 新新 辟庸 有没有看到辟庸两个字 辟庸 建 建筑的建 明堂 有没有看到明堂 新新辟庸 建明堂 就是养一个皇帝 因为皇帝登基一定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盖明堂跟辟庸 这是代表他已经成为天之子 就是他要做天元地方的一个符号 然后燃鱼 举土 列侯王 燃鱼是北方的匈奴的领土 叫燃鱼 他们就把土地 举土 就是奉献土地 列侯王 愿意被汉朝分封为侯跟王 就是有点招降了事宜的意思 然后将军令营 民所行 就是说 那汉朝就派了将军 管军事令营 去管文官 一个文官 一个县长到那个地方去 然后带领很多人民到那个地方 然后诸生万社 很多的老百姓 生命的生 千万的万 宿舍的社 千生万社 盖了很多的房子 在北方 在北方 最后一句 乐魏阳 很快乐 魏阳 各位都看过魏阳哥吗 陆桥的魏阳哥 为什么叫魏阳哥 汉朝的皇宫叫魏阳宫 汉朝皇帝住的皇宫叫魏阳宫 魏阳是说不要到中央 因为他们非常知道 原形当中到了中央就下坡了 所以永远在一个兴盛的初期 所以这是汉朝的哲学 魏阳宫 所以我们现在很不了解说 为什么叫魏阳哥 其实魏阳是一个青春 刚刚薄发的那个状况 还没有衰老 还没有过中 还没有过中线 还没有过阳 因为阳是中线 所以汉朝最常用的字就是魏阳 因为它是一个提醒 因为他就觉得前面的琴就是太过头了 所以一下就灭亡了 所以汉朝能够维持比较久 就是说让那个气长一点 所以魏阳变成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字 常乐魏阳 常乐宫魏阳宫 都是汉朝最重要的两个宫殿 好 你再看这一个汉朝的镜子的中央 外面圆 有没有看到一个方 又是方 然后四个突出雾 有没有 太阳环绕着 其实在讲季节在寻转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就看到这边有 紫丑 银卯 臣四 五位 身 油 续害 它其实是一个像我们今天的钟表一样 它在讲时间 时间在环绕着四周 紫 一定在北方 紫夜的紫 因为是夜晚的最深 紫夜 中午一定在南方 正午 我们叫端午 就是南方是太阳是火 正午一定在南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时辰的一个旋转 所以我们可以说汉朝的镜子上 其实放的是一个宇宙观点 一个宇宙时间跟空间 什么叫做宇 上下四方叫做宇 什么叫做宙 古往今来叫做宇 宇其实是空间 宙就是时间 时间跟空间 人活在时间跟空间之间形成一个宇宙论 又是一个体系 把我们放在体系里 所以很清楚我们看到汉朝一切的东西都在讲体系性的东西 然后到东汉的时候 这些紫首银帽这些东西不见了 在同庆的背后的名文出现很多的祝福的句子 有没有看到 常乐未央 常乐未央 要永远很快乐 不要过头 未央 常乐未央 因为中国有另外一个成语叫 你要很快乐 可是不要乐极 因为就生悲 对不对 因为全部在讲循环性的东西 就是一个东西 你要含蓄 收敛 不要过头 因为到极端 它就不好了 常乐 可是未央 结心相思 因为镜子 这个地方是一个钮 钮中间打着中国结 穿结 那女孩子打那个结 常常把镜子送给他爱的人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结打开 就表示我们可以在一起 所以张爱玲讲说 那是整人的一种爱情 就是常常那个结 弄到最后好难打开那样 那结心相思 就是说两个人彼此思念 结一样结在一起 信物健忘 幸福的信 物是不要 物忘在举的物 健忘 不要忘了我 信物健忘 就是物忘我的意思 千秋万岁 这个字 这个成语也是汉朝人最喜欢用的 汉朝所有的房子的瓦当 就是那个瓦上面 都有一个字叫千秋万岁 就是说希望永远的意思 可以永久的意思 有没有看到这个花文 这是一个稻谷在发芽的样子 叫做古文 就是稻谷要发芽 其实就是儒家讲的人的那个东西 瓜子人的人 就生命在发芽 所以一个镜子上 其实在讲很多生命的道理 生命在发芽 然后要快乐 可是不要过头 然后彼此思念 时间要永恒 全部是祝福的句子 那东汉有很多这种祝福的镜子 有时候拿来当礼物送给别人的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镜子 它里面有非常好的字 日游喜 每天都有很快乐的事 喜悦的喜 日游喜 以酒时 每天都不缺红酒 也不缺吃的东西 以酒时 常贵妇 永远生活很好 最好是这个 乐无事 很快乐 因为没有事 不要有事情忙 这四个东西 到今天我们都可以写下来 给自己做一个座右铭 其实这三种 我想 好像我们都不太难 这个很难 乐无事比较难 所以汉朝 汉朝就做了很多这种 很 常名文化的祝福的这种句子 然后刻在镜子上 然后这个镜子小小的可以绑在身上 所以也可以送给朋友的 下面我们就看到汉朝在这样的哲学里 他最后做艺术作品 他就不会太过讲究技巧 他觉得技巧不是重要的 说那么漂亮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把精神传达出来 有一种憨憨的 对不对 汉朝人就有一点像农民 就是憨憨的那种 可是你真的害他的时候 他也知道 所以那种有一点平民味道的东西 我想我们在后来像唐朝宋朝 都不会做这样的作品 这是非常典型的汉朝的东西 有点笨拙 可是很可爱的那感觉 其实就像农民 你看这样的羊 非常简单 那种技巧非常简单捏出来的 可是有一种现代感 其实很像皮卡索这种做的东西 牛车 全部都是生活里面最频繁 最微不足道的东西 狗 那个狗的绑法 现在有人专门写论文说 这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狗这样绑的 那狗是农民文化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跟人有情感的一种动物 一种宠物 一种家畜 好 他们也有综艺节目 然后有找朋友来吃饭 然后看表演 这个人在打鼓 这个人在庆 这边是乐团 然后这边两边是宾客 然后这个人是一个抱墓的人 像张小燕 小燕温斗 然后这个人在跳舞 长袖散舞 然后这边在翻跟斗 其实是一个舞台 舞台 所以你会发现你都不能想象秦庸感这样子 可是汉朝就开始开心了 可以玩了 生活里面浓忙之后 大家就可以玩起来了 可以演一台戏 可以做表演 说书路边有了说书的人 然后讲故事给大家听 讲到开心的时候 拍案叫绝的样子 好 各位在这里注意一件事情 有没有发现这些人的五官跟秦庸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秦庸非常写实 秦庸是绝对的写实主义 我们看到这些人的五官已经变形了 他比较像比卡托的变形主义 他觉得艺术不一定要做得那么像 做那么像干什么 其实做得可爱就好 让大家喜欢 让大家觉得那种感觉很快乐 那个人的脸上就是那种小市民 在讲故事 功过的那个样子 他把那个东西做出来 他比较讲究传神 他觉得写实有点不可 有点太冷 所以汉朝的美学跟秦已经不同 到了东汉的时候 这种人像 这是四川的 非常活泼 非常自由 他一共有六个 一组坐在路边跟大家讲故事的 你看这种跳舞的 你也不太能够想象 秦的那些雍可以这样跳舞 因为身体都是硬的 对不对刚才 可是现在可以跳舞 可以有非常美的姿态 旁边有人吹奏乐器 他可以有一个很美的动作出来 这绝对是汉朝的贡献 就是人自由了 看得出这干什么吗 穿米 我们现在离农业文化真的太久远了 一个带着斗笠的农民 打了稻谷以后 稻谷 那个外面的壳要跟米分开来 就用这个东西来石头来打 来撑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农业文化 农业文化到今天 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变 我们童年也都还看过 那汉朝就会把这样的东西 做成艺术作品 所以他的艺术作品都在表现生活 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个生活的基础 也许你会觉得汉朝很难懂 可是如果是农民 今天把这个东西给美农的一个农夫看 他一看就懂了 他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跟他的生活非常的接近 这是井 这个已经掉了 这个也是一个井 那个陆炉 这是一个水罐 然后打井的井台 所以他的井还是最多的 可是不做农民 不知道井多么重要 知道这个什么吗 台湾乡下还好多这个 我们小时候常常跑到人家家里面 就翻开人家锅里面有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大罩 一个小罩 然后那个葫芦瓜切开做的水瓢 然后这个炉门 完全就是民间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农业社会一直到现在这个东西其实没有怎么变 可是汉朝就一直在做这个 汉朝觉得这样的东西是天长地久的 是人民赖以为生的 所以它是最重要的东西 这也是一个照 这也是一个照 大锅小锅 两个 有空可以到历史博物馆看 它有一些绿油桃非常漂亮 汉朝的绿油桃 这我很喜欢 它是一个油灯 你看它把一个鸟 我觉得不是鸟 好像是我们过年吃的那个鸡汤端出来 就这个样子 一个白鼠肌这样 然后两个翅膀 后面一个尾巴这样 然后那个尾巴就是 因为油灯一定要有个灯心 所以灯心就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亮起来的 可是你看造型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碗 加了四个东西而已 然后底下一个台子 可是大概每一个农家都在用这个东西 那打破了就再做一个就好了 可是造型非常非常单纯 非常非常漂亮 是汉朝的一种典型的代表 那如果到宋朝就要做的很多装饰 唐朝有很多装饰 可是汉朝就感很简单 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汉朝的狗 你会觉得那个狗真的是有表情的 是有人养的 那来了一个陌生人 他就要露出牙齿跟你叫的 就是汉朝的那个狗的那个表情性 然后有些狗真的就变成宠物 非常可爱 你看多可爱那个狗 你就觉得简直是要摸摸他的头的感觉 好 不能想象秦会做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个秦每一个人的脸都紧绷着 那狗大概也紧绷着 可是到汉朝的时候 连狗都快乐起来 都自由起来 可以跑来跑去 所以我想不同的政治社会 产生的艺术作品这么不同 那这是为什么今天我特别觉得 我一直想比较秦汉秦汉 因为下次我们还要讲一次汉朝的时候 你能够更明白的了解 为什么汉这么重要 因为汉朝是一个大帝国 可是这个大帝国当中 他又给人民很大的充分的自由的可能性 然后汉朝出现很多的民歌 非常的优美 清清和叛朝 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 树袭梦见之 他有很多的能力开始去调配 以前不能够调配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在下一次我们讲汉朝的时候 我们还要用更多的作品来跟大家把汉朝的这个整个的特质 再凸显一次 我特别这样讲是因为 下下一次我们一讲到三国 你会发现昌明文化完全不见 昌明文化不是不见 就是它还是在 可是我们的美术史 再也不提他了 所以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完整的了解我们长命文化的重义 我也带大家去历史博物馆 看一下汉朝的作品 或者有空到美农这种乡镇去 去了解一下农民的文化 你会发现汉朝的根基 的确始于根深蒂固 它事实上没有动摇 还是大概一般的华人文化当中 最根本的一种美学信仰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